其實很多疾病其實都是飲食造成的 市面上強調健康的那些食物 我說不一定真的健康 那個時候為了做低醣飲食 真的是什麼東西都嘗試過 我記得我剛吃完 第一個月就去驗 然後我原來的三酸甘油脂 我還沒有吃的時候是100 第一個月我去驗 跑到200左右我就嚇到 我想說我血管會不會塞住 然後那個時候我家人都知道我 然後他們就開始反對 因為他們看到我的數據變差了 然後我三酸甘油脂那麼高 我們家人沒有人三酸甘油脂那麼高的 我也在懷疑自己 所以我到底要不要繼續做啊 所以我極端的飲食 就算有效也沒辦法持久 那我們就是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 然後健康又可以長久的模式 這樣子才會健康的酒才不會附胖 哈囉大家好 跟大家聊一些輕鬆的 聊一下我一路飲食改變的過程是怎麼樣 因為大家看到我可能 平常在網路上分享吃的東西吃得很健康啊 是不是我在飲食改變的隔天 就馬上從麥當勞變成我現在吃的東西 當然不是這樣 我那段時間也是經過了很多 所以很多在鏡頭前面的人 可能做了一些我以前會做的事情 可是他們就覺得 脂肪感很重 然後很失落 所以為什麼醫生他們都可以做得那麼輕鬆 為什麼我自己在路上遇到那麼多石頭 可是其實大家一路過來都是一樣 我飲食改變啊 到我開始教病人做低醣飲食 然後到治療了那麼多糖尿病的病人 到現在竟然才過了六年 所以我覺得只要願意做改變 其實只要不用很長的時間 你就可以發現其實改變是非常巨大的 大部分會決定吃低醣飲食的都是因為肥胖 可是其實我沒有判過 只是因為我那個時候在醫院裡面 我有一位很尊敬的醫師 那個醫師他就是每個月都會丟一些書給我看 我本身也蠻喜歡看書的 看到後來我就是在 對膽固醇啊 對糖分的代謝啊 對脂質的代謝 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觀念 就是我覺得 其實很多疾病其實都是飲食造成的 再加上其實我們家裡 我爸本身就有糖尿病 所以其實我也算有糖尿病的家族 那我爸也是吃了蠻多種藥的 那我就開始研究了 想說會不會其實我們可以用飲食去 處理臨床上的一些問題 那我就開始對我爸的飲食做一些限制 其實我爸蠻可憐的 不過事實證明我爸現在他的體型 跟他的外表看起來也跟 他同樣年紀的朋友看起來不一樣 他的確是年輕很多啊 那個時候為了做低醣飲食 真的是什麼東西都嘗試過 吃很多東西都會在意碳水這個東西 那有時候不小心吃了一碗乾麵 或者是不小心吃了一個麵疙瘩 其實心情就會蠻不好的 就會覺得很多天的努力就白費了 後來發現沒有那麼嚴重 那大家平常有在我的粉專上面 看我測血糖也知道啊 其實吃到碳水真的是沒有什麼 只要你抓對份量 抓對順序 其實吃到碳水 對身體的影響其實是很小的 那哪怕哪 你就是真的直接嗑了一個 挖粿或蘿蔔糕 那個東西對你的影響會很大嗎 我覺得過一天以後 就還是會代謝掉 所以大家不要把碳水這個事情 看得那麼重 我剛開始會被很多東西誤解 我會不知道那些裡面其實有 天甲午有會讓我們血糖升高 會讓我們餘導素升高的東西 像是我以前以為 蘿蔔糕是蘿蔔做的 所以我就會一直吃蘿蔔糕 那其實裡面很多的碳水 因為 魷魚羹就是魷魚就是可以吃 其實羹裡面的地雷 其實比其他看得到的碳水更大 那我以前會遇到的一個地雷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遇過 就是冬粉 冬粉大家會覺得它不是碳水 可是冬粉其實是碳水 蒟肉麵是比較好的選擇 我剛開始會相信只有自己準備的東西才是健康的 可是後來發現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我試著去外食找健康的東西 那會發現其實藏了蠻多地雷的 另外一個很容易踩到雷的地方就是 市面上強調健康的那些食物 因為低脂的話它勢必要補充一些東西回去吧 所以低脂的食物它可能它的碳水含量會更高 那低糖或是無膚質 它雖然說把糖分拿掉 可是它可能加了一些不健康的代糖進去 所以其實市面上標榜健康的食物 有時候不一定真的健康 還是要自己挑選過才會知道的 脂肪其實蠻需要的 我們大腦60%都是脂肪 所以其實神經每個細胞其實都是需要脂肪 所以健康的脂肪很重要 那在剛開始 我其實也是吃過很多不健康的脂肪 因為在我借糖初期 你不吃那麼多的碳水 你要吃什麼 要嘛蛋白質要嘛脂肪 所以當時的我會覺得 只要是脂肪都OK 賣場賣的食用油 就是加工油我也是直接吃 我曾經做了一件蠻噁心的事情 就是我把苦茶油加到拿鐵裡面 因為我本人比較不喜歡直接喝很多油 那味道真是好噁心 我那杯沒有喝完 我永遠記得那個味道 那反正我就做過很多這種事情 我也吃了很多 我當初以為只要是油就可以的油 可是其實健康的油跟不健康的油還是差很多 像橄欖油、苦茶油、酪梨、鮭魚 這種是好的油 可是其他加工油 就算你要把碳水拿掉 我也不建議你吃其他加工的油太多 後來會發現其實市面上的油 哪怕是同一種油 其實它的品質也都不一樣 我自己在買油 我通常都是買橄欖油 然後我選油的條件 一定要玻璃瓶裝 才不會有塑化機的問題 而且顏色一定要深色 因為好的油 他們通常都會用深色的玻璃瓶去保護住它 在運送的過程中 也比較不會有紫外線破壞油 油品質的問題 所以我後來在挑油 我通常都是吃橄欖油 橄欖油是我吃最多的油 我不會說吃肉一定要吃很瘦的 我魚也會吃到油脂 我的牛肉豬肉也會吃到油脂 全部要吃的東西都自己準備 當然是最健康 可是要符合你的生活 符合你的工作 符合你的家庭 符合你的時間的話 不一定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準備 反倒是我們可以去工作的地方 或者是家裡附近找一些 我們可以吃的健康的店 健康的便當店 或者是健康的自助餐 那可以長久施行 我覺得才是比較健康又可行的方式 健康便當有時候碳水量也是蠻高的 有一些人會點雞胸肉 其實那一整份便當裡面的油脂含量 其實也是蠻少的 我們可以去一般的便當店 然後跟他們講一下我們的飯少一點 然後加個幾樣菜 盡量配菜都加圓形食物 其實也是健康便當 假設是牛肉麵店 我就會點他的小菜 加一碗牛肉湯 有肉的 然後這樣其實就吃蠻飽 那假設是餛飩麵店的話 我還是會吃餛飩 我就是不會點麵 我就餛飩湯 然後再加小菜 想減重的你是外食足嗎 難道減重只剩下健康餐盒的選擇嗎 點擊下方資訊欄 或右上方的連結 加入初日醫學官方LINE 立即送你Coffee營養師推薦的外食組合攻略喔 一起享受美食不怕胖 水喝太多 它會去稀釋掉你的消化液 它會讓你的消化功能變差 所以如果你年紀比較大 或是你消化不好的 我就不建議你在吃飯的時候喝太多水 不過湯有一個東西蠻重要 就是蔬菜 你是蔬菜煮久了它就變黃嘛 它裡面的礦物質全部都流到湯裡面去 所以其實你吃那個黃黃的菜都沒有什麼應用 如果你平常在煮青菜 然後你加一點點水 把菜燜了 那下面那個湯汁其實是很多礦物質 我以前在醫院值班 我就很喜歡吃飯塊酥 然後我在戒糖了一段時間 我想說為什麼我還是很喜歡吃這個東西 就是我是不是意志力不夠好 或是我是不是做錯什麼 哪怕我就已經知道這個東西不好 我還是就去買 可是大概過了三個月之後吧 我突然有一天就經過 我就完全沒有進去 然後我想說不一樣了 因為我現在完全沒有那個 欲望想要進去吃 可是這個改變是要一段時間才會出來的 因為你的味覺會改變 你的大腦會改變 你的腸道會改變 所以你只要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其實你過一段時間你會發現 你喜歡吃的東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我都跟病人說你只要知道什麼是可以吃 什麼是不能吃的 那不要管說中間你會不會想要吃那些不能吃的東西 你真的想要吃 你又很想吃你就吃吧 吃了會讓你開心你就吃吧 可是你把時間拉長 過了半年 過了三個月你再回去看 你原來想要吃這塊鐵拉米酥 假設你有十分想吃 你過三個月你再去看 所以我一定只剩三分 那你把時間拉長 就會覺得真的很有成就感 那還有一個就是 太早去做檢驗也會看到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診所是第一天來做檢驗 然後兩個月之後再做一次檢驗 可是我有病人很急喔 他們就會剛開始改變飲食的 第一個禮拜做個檢驗 第二個禮拜又自飛又做一次 第三個禮拜又做一次 可是你們身體在改變啊 你把糖拿掉那麼多 你又突然吃了比較多的 比例的蛋白質和油脂 那你的身體可能沒辦法吸收 那你身體的改變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胃絕的改變一樣 所以你給他一段時間之後 最快大概是兩個月你再去驗 你會發現 其實當初的擔心都是多餘的 其實你知道吃的健康 你要跟專業的醫生討論過 或是跟營養師討論過 我確定你的方向是對的 就會變好 我自己那個時候就很急啊 我記得我剛吃完低醣的 第一個月就去驗 然後我原來的 三酸甘油脂 我還沒有吃的時候是100 第一個月我去驗 跑到200多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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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 我想說我血管會不會塞住 然後那個時候 我家人都知道 我跟我爸在吃這個飲食啊 然後他們就開始反對 因為他們看到我的 數據變差了 然後我三酸甘油脂那麼高耶 我們家人沒有人 三酸甘油脂那麼高耶 我也在懷疑自己 所以我到底要不要繼續做啊 所以事實證明到後來 我三酸甘油脂就掉到70 掉到60 就真的下去了 所以就是給身體一段時間 然後跟專家討論 然後確定自己做的方向是對的 那就不要太急 大家在嘗試的過程中 一定都會做過很多 事後想想覺得很誇張的事情啊 我那個時候去便當店啊 全部只叫滷肉啊 沒有飯 那個滷肉 還有滷肉汁很鹹 我就直接吃下去啊 可是後來飯其實不用這樣啊 我們就是健康的吃 把飯少一點 其實效果一樣好 沒有必要吃到很極端 所有極端的飲食 就算有效 也沒辦法持久啊 那我們就是要找到一個 適合自己 然後健康又可以長久的模式 這樣子才會 健康的酒才不會複胖 就算很健康的東西 也不要吃太多 注意就是遵行211餐盤 或者是就是 比例有注意 然後都是吃原型食物 基本上就OK啊 上述就是我分享 我從飲食改變到現在 所採過的雷 希望那些分享可以幫到你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疑問 都可以來診所找我討論哦 那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李醫師 我們下次見